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玲,我现在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 我是昨天从哈萨克斯坦到达了乌兹别克斯坦的 那我在哈萨克斯坦呢,一共是待了14天,整整待了14天 因为它给持有我们国家护照的人是有14天的免签期 所以呢,我是整整待了14天才出来的 在哈萨克斯坦的期间,我一直掰在石头数是不是14天 我就担心超过时间了要面临罚款 我过海关的时候,那个海关的工作人员也在掰在石头数 我就知道他在数这个数字,我又数了一遍 真的14天,一天都没有超过 不过还是建议大家不要把时间弄得这么满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来说一下我们这次视频的重点 我们这次来说一下我在哈萨克斯坦的14天,我的一个花费情况 有不少网友都非常关心我在哈萨克斯坦的一个花费啊 现在就跟大家一起来总结一下 这个大家通的费用啊,我们算的是从新疆的伊宁开始 结束是在哈萨克斯坦跟乌兹北克斯坦的口岸那边 所以在大交通方面并没有花费太多 基本上来的时候就两三百块钱 出去的时候可能就两百块钱不到就可以了 所以这总的14天只有的消费是在2583.4 这其中啊住的是占大头的,我住的是轻旅一个晚上是80块钱 一共住的时间是11天,那还有一天是在火车上面 还有两天呢是跟了旅行团 所以住宿是11天,一共是880 那交通的费用包括大交通,小交通,所有交通的费用呢 是498,剩下就是吃饭的钱了 去餐厅吃饭呢,总的费用是在581 这个就是消费占最大头的三项 就是住的,交通跟吃饭的钱 剩下就是一些杂七杂八的一些费用 比如说去看芭蕾舞啦,比如说路边买个咖啡啦 这些小费用 不让你们觉得2500多玩14天,这个费用高不高呢 当然这个费用是没有算吉尔吉斯斯坦的签证费跟 我买去吉尔吉斯斯坦损失那个火车票的费用 因为我是觉得这应该是算在去吉尔吉斯斯坦旅行的费用里面 不应该算在哈萨克斯坦里面 因为有些人可能来了哈萨克斯坦 他并不想去吉尔吉斯斯坦 其实在整个哈萨克斯坦 它的整体的消费并不是很高 但是它已经算是中亚五个国家当中 它的消费是最高的一个 而且随着这两年俄罗斯人的到来 它的物价已经翻了一倍了 特别特别是住宿的费用涨得特别厉害 它这个住宿费用已经是前两年的两倍 我住的是一家亲女嘛 一个晚上是80块钱 那如果你住酒店 大概是在300多块钱一个房间 如果你住民宿的话 大概也是在三四百块钱左右 这是最低的一个费用 如果你想住的更好一点的话 就要在四五百块钱更往上走 所以它的酒店的费用不低 但是如果你去超市里面买一些生活用品 费用就特别低 像一罐一升的牛奶 也不过人民币八九块钱 像肉类 特别是排骨类的东西 像牛排羊排就特别低 我记得羊排一斤也就十几块钱 十七块钱左右 牛排也是差不多这个价位 它们的排骨类的东西卖的是 所有肉类当中最便宜的 因为它们这边不怎么吃带骨头的东西 所以大家如果有空真的过来的话 真的建议大家带一口过来 来炖一个牛排羊排什么 那味道可香了又便宜 那哈萨克斯坦在外面餐厅吃饭呢 费用基本在三十块钱到五十块钱 人均就是一般的餐厅 如果你要去比较高级一点的餐厅 费用大概是在一百多块钱一点 所以这个费用并不是很高 跟国内比起来的话并不是很高 国内的话就是一般的餐厅都是在一百多块钱 好一点的餐厅可能就是两百三百往上走了 它们那边的交通其实是非常便宜的 打车跟国内打车比较低的城市有一点相似 大概起步价就是在七块钱六块钱左右 距离越远越划算 我记得我最后一次打了一趟车 是从青绿打到它们远的一个火车站 打的费用是一千六间隔 折合人民币也就是二十块钱左右 一共是九公里 所以大家在阿拉木图买火车票的时候 你们可以不用介意到底是一号火车站 还是二号火车站 是它们相距并不是很远 在阿拉木图的一号火车站 你能够买到一些时间比较合适 而且价格又比较低的一些火车票 在阿拉木图二号火车站 你可选择的班次车次就会比较少 下面再说一下哈萨克斯坦的安全问题 其实我在出发之前 我就已经了解过中亚这几个国家的一个基本状况 其实目前网络上面的一些攻略 对于中亚这几个国家还是相对比较少的 因为哈萨克斯坦是在去年七月份才开放对中国的免签 之前的话他们要办理他们那个签证是非常难的 需要邀请函 然后中亚这几个国家 它的人民都是非常热情非常友好的 就是在安全方面 你们可以不用太过于担心 当然没有一个国家会像中国那么安全 整个旅行的最大的难度就是语言问题 因为这几个国家基本上是比较少的说英语 那说英语的人呢 也仅仅限于跟游客接触比较多的人 像这个酒店或者是轻旅的前台 还有旅行团的导游 导游也仅仅只会说一点点日常的英语 他没有办法用英语去介绍一个地方 所以来这边一定要下载翻译软件 我一般用的翻译软件呢就是谷歌翻译 我在东南亚旅行的时候呢 基本上是没有用翻译软件的 因为他们那边的英语比较普遍 就算是一个路边的一个小摊贩 他都会简单的说一点英语 但这边就不行 那这边呢我基本就是靠着谷歌翻译 你起码能够把别人要跟你讲的意思给弄懂 然后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呢 基本上是我打开这个计算器 让它按这个价格 这样的话就会比较清晰明了 所以我在哈萨克斯坦这14天 总的消费在2500多 然后平均每一天的消费呢是在180块钱 其实储开住宿的费用啊 我觉得我已经是非常的省了 那基本上呢我是两三天到餐馆里面去吃一次大餐 说是大餐啊 其实人均也不过30到50块钱 平时呢一天呢我是吃两顿饭 早饭跟午饭我是合起来吃的 因为我起床呢可能比较晚 因为我前一天晚上剪视频剪的比较晚 早上起来比较晚 我会早饭跟午饭呢一起吃吃的比较多 会自己做 做一点煎蛋 咖啡 牛奶 面包 还有一点黄瓜 然后再切一点火腿 如果还饿的话 可能我会煮一个麦片粥 然后呢就是在下午6点钟的时候呢 我会去吃晚餐 哈萨克斯坦的特产啊 就是他们的巧克力 就是有一个蓝色的 他们把国旗印在上面的那个巧克力 特别的便宜 那一大块 人民币大概10块钱左右 味道跟我们的德福非常的像 而且还有出一些无糖版的 和高可可度版的 我觉得过来 如果过来的话可以尝试一下 甚至啊 如果你过来可以买一点巧克力带回去 给你的朋友们一起分享 这次我去哈萨克斯坦 并没有去太多的地方撞游 基本也住在阿拉木图跟阿拉木图周边 因为其实阿拉木图是很能够代表 哈萨克斯坦这个地方的 那下次我再来哈萨克斯坦的时候呢 我可能会把一些大大小小的城市 包括他们的首都 还有一些小城市也撞一下 很多人对全游这个概念理解不一样 他们总觉得既然出来玩了 为什么要亏待自己 如果像我以前的话 我有在工作 如果是一年偶尔出来玩个几天 那我是可以住很好的酒店 我可以每天都吃得很好 每天把自己安排满满的 那问题是我现在是长期出来旅行 所以就要把每天的费用 每天的开支 甚至于一个月的开支 控制在自己能够接受的一个范围 其实可以完全理解成为 我现在就是换一个国家 换一个地方去生活 你们在自己家乡生活的时候 也会去控制生活成本 这也是同样一个道理 而且我出来旅行消费的原则 穷游的一个原则 就是控制大头的一个开支 最主要就是交通跟住宿的费用 控制好大头的开支 如果是一些小的开支 我就并不是太在意 比如说去超市买牛奶的时候 我就不会在意是7块钱的牛奶 还是8块钱的牛奶 然后去超市里面买面包的时候 我也不会太特别在意3块钱的面包 还是10块钱的面包 就是一些小的费用 在自己能力有限的范围之内 尽量让自己过得舒服一点 其实我在这几天遇到很多人 都跟我说中亚很没意思 他们会说中亚还不如哪里哪里的 风景还不如咱们新疆西藏什么的 其实我觉得出国旅行 最主要是体验人文为主 其实在国外很多地方 风景都不如国内 但是你出国肯定会看到 很多跟自己国家不一样的东西 一些新奇的东西 甚至于外国的人 你可以跟他交流一些他们国家的文化 也可以把我们的一些文化传递给他们 中国有哪些好东西 那中国现在是什么样子的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就是国内的风景确实是非常好 但是在国内旅行呢 就是别人跟你说一个地方 你脑海中立刻能够想象这个地方的样子 整个分土人情 就是马上直接就知道它是长什么样的 但是在国外旅行呢 就是未知的东西会更多一点 来之前你完全不知道这个地方 它是什么样子 能不能适应 能不能自己能不能喜欢 这种未知的挑战非常非常的吸引人 而且咱们热爱旅行的人 就是想多走走多看看 多去世界的每一个地方去走走看看 不管是这个国家富有也好 贫穷也好 干净也好 脏壤也好 都想去看一看去体验一下 很多人出国之后啊 一脸懵逼 包括语言怎么处理啊 钱怎么算啊 电话卡怎么买啊 还有住宿怎么订啊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后续可以专门出一些如何在国外自由行的一个视频 就帮助大家解决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让大家更有勇气 更有胆量去挑战外面的世界 好了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记得点赞分享 我们下个视频见吧 拜拜